21年10月上旬 我们来聊一下未来三五年 年轻人哪里的机会会比较多 是一线二线还是三线 当然说机会最多就是发财最快 最容易让你腾飞起飞的城市 那我想未来北京上海 它的力量会不断得到强化 而中西部城市的机会会变得很多 那这里我们先说到 我们中国一线城市是哪里 北上广深这四个 当然后面也有新一线的崛起 包括说韩州一直叫嚣 他是一线 他要把甚至要把广州挤下去 但是不管怎么说 框架最强的仍然是北上广深 但是我想在未来的时间里面 广州跟深圳的地位 可能还会不断的弱化跟下降 特别是朱迦三角洲遇到的这个问题 比如深圳我们看 它的机会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 可能对一般家庭的孩子来说 是最多的 南商街道他的机会 挣钱的机会就要大过可能整个成都 甚至是成都加重庆 因为里面有大量的 比如说做小生意的机会 比如说买 你知道会去买腾讯股票的机会 买深圳楼市 买入南商区房产的机会 这些的机会都是实无前例的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 未来十年 你觉得一个南商区街道 它的机会还会比成都重庆多吗 我估计就不见得 你想 深圳的房子还能涨多少呢 但是成都重庆 它现在的起点起码很低 那做生意同样的 深圳还能有更大的空间吗 当然这背景就非常复杂 比如我说到这个 珠江三角洲 这个广州深圳跟香港 这个位置一直在轮替 不像长江三角洲这么稳固 不管怎么搞 上海谁敢挑战 苏州吗 韩州吗 那不是搞笑吗 那就是上海稳稳的做龙头 比如说深圳原来的科技中心的地位 全球科技手臂 全球最大的机械臂在哪里 在深圳 做最小的东西 最高经济的东西 一直到最大的东西 深圳都可以 都很好的在这里完工 它是全球的机械臂 还不当是中国的 全球的脑袋在硅谷 在美国的创新中心 所以 但是我们看到未来还能这样吗 我估计很难了 是不是 这个中美和科技合作 是处在一个暂停的状态 再比如说北交所成立了 那这种交易 本来是在深圳发生的 但是如果在北京这边住了之后 做得很成功 跟深圳 只会取代深圳的地位 在很多方向上 所以我想未来的时间 一线城市我们可以改为 真正机会多的 还是在北京上海 这是毋庸置疑的 然后广州跟深圳 包括说杭州 它的机会 是会慢慢的跟内陆的 像西安啊 像武汉啊 包括说成都啊 重庆啊 跟他们接近 比如我再说一个例子 这飞机机20是在哪里啊 是在中西部 对吧 它不是在深圳 那这些机会 它是由原来的外贸 慢慢的转向成内部的研发 那这些的话都在中西部 所以我们说这个 也许城市规模 软件方向很多方面 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跟 西部的很多城市 还是没有办法跟他们比 但是光从挣钱 个人升迁升值的角度来说 我想中西部很多的城市 会特别是生活成本 再加上会快速的 去替代杭州 替代广州 替代深圳 我们总结延伸一下 我的意思是 我们要在未来 发现最好的机会 可能要先区分出一个概念 我们以前说的比较少了 就是超一线的概念 就是未来中国最大的机会 最好的机会 会更加集中在北京上海 而深圳会剧烈的萎缩 落花 而且像杭州这样 心心崛起的 想要跟这个深圳齐名的 实际上他也会一块掉下来 比如说阿里的这个示威 比如腾讯的这个示威 而我们比如我们刚刚说的 基础研发跟军工 这可都是在中西部 也许很多方面 没有办法迅速的向这一靠拢 但是中西部在机会上面 在为个人刚刚毕业的年轻 黄金的孩子一直到 到我这个年龄的人的机会里面 最黄金的年龄 可能就是为了 就是输在中西部 未来十年 那我们从陆场券的角度来说 谁可以把握的好 我们刚刚说的最好的机会 仍然在北京上海 但是它的门槛也非常的高 就是你首先能够在 二三线能够站得很稳 或者是你有一个 比如说你成绩非常好 北京复交 能够考到这种学校去 或者是你本身在二三线 已经是把这个区域已经经营得很好 然后把准步迁到北京上海去 这个叫什么 本来的起跳 起点就要高得多 而至于其他的一些城市 你要看要根据自身的情况 所以你在使拼着去杭州 使拼着去深圳 意义不大 你还不如就近 待在西安武汉 成都重庆这些地方 因为这里门槛会低得多 你不管说机会有多大 你至少代价就小得多 不用说一开始进来就要考虑 买五万十万块钱的房子 杭州就是五万了 深圳就是十万了 稍微好一点的地方 但是好点的地方 在重新跟成都 就是一万多两万块钱 对不对 那不管你自己未来能发展 这是一个不确定性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你在中西部这里很多地方 你的成本就低得多 门槛就低得多 而且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 一旦北上这种超一线的概念 完全形成之后 会更加明显 因为很多以前人会在深圳混 在广州混 广州的贸易非常非常的好 比如说零几年的时候 九十年代的时候 那北京上海甚至机会 还没有这么多 上海那时候的浦东刚刚开始在建 大面建 那真正对外开放程度高的 可能是广州 但是现在情况又不一样 那以前我们说做科技 那必须的是在深圳 是不是 也许融资很多方向 金融方向 要在上海跟北京去完成 但是科技方面在深圳完成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 我们要基础研发 可能在其他的地方 并不是在深圳 也不是在杭州 那么这个时候 很多在杭州 在深圳的顶尖的人才 我们刚才说的 他本身具有进入超一线的 这个路产圈 他随时可以去北京上海待 他不用担心房子买不起 因为本身这积累就很高 他可能会迅速把杭州 5万块钱的房子 深圳10万块钱房子一卖 然后进入北京上海 进入一个更高决策的这个阶段 因为他可能会进入一个更强的 全国视野跟全球视野 要更强的去面对 全国跟全球的竞争 那这样的话会进一步落化 杭州深圳这些准一线 或者是原来一线城市的地位 再总结一次 就是北京跟上海的地位 会无止境的拔高 来到一个超世界的水准 我们说跟纽约 跟巴黎 跟东京比一点不差 而且要超过他们 然后深圳 杭州 这里很多的这些城市 原来觉得相当不错的 包括像苏州 包括像南京 这些很多城市 他将来要上去 甚至保持原来的地位 保持一线 保持新一线的位置 难度可能都会增加 而他还要去跟中西部 原来他的小老弟 看不上的小老弟 去跟他们抢食 跟他们去拼吃的 我觉得这个概率还是较大 这个当然我欢迎有不同的意见 我这个思想泡沫比较严重 好 那这个片段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